旅客在机场里等待搬机 满心期待出国旅游 但却有民众买了机票要飞澳门 没想到碰上台风天 航班被迫取消 他气得炮轰 花钱买的旅游不变险 却毫无赔偿 如果飞机被取消 他是不会赔的 当然不要买旅游不变险 完全没有用 民众抱怨飞机停飞 人在桃园机场 不只无法出国 还多赔上2000元不变险的保费 这属于天灾 要自己去衡量 如果我只有签字 没去了解 那这样子损失也是属于自己 实际询问旅行业者 旅游险投保没港 就在要看清楚保单内容 是否涵盖不变险和滞留险 最好还有旅程更改险 要是有保到 就算还没飞出国 航班出状况 也有机会取得理赔 还没飞出去 如果有延迟到4个小时 赔第一次的5000块 以最高额度 当天只有两次机会 到底遇到台风天 航班取消 除了指望保险理赔以外 还能怎么办 所谓的团品化或优位票 它是不能退票的 如果是航空公司帮您更改的话 它通常是不用补费用 如果是自己的话 它是要补所谓的差额 要是人已经飞出国 遇到航班无法回程 旅游不变险的赔偿内容 从食宿到小制内衣库 生活用品 都可以申请理赔 民众投保钱得睁大眼 看清楚内容再付钱 不然就只能在机场 赶瞪眼 记者经文章 往上涵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